我是应该第一个在成都参加司法考试的台报 很多法院我去我也是第一个 他们看到的台报律师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有一个开拓或开创的精神 因为毕竟政府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政策 近日北京率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台湾青年律师沈杰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2002年小学毕业的沈杰随父亲从台湾回到老家四川成都生活 并在2008年参加了大陆高校面向搞澳台学生的连招考试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学习法律 我大一的时候08年刚好是奥运会 大家都知道一首歌叫北京欢迎你 其实很多的学生他们也是北漂 他们也是往外地来的 其实就说北京欢迎你欢迎我们 其实我们都非常感动 毕业后沈杰在北京的律所工作了几年又出国进修 回国后2019年便与几位大陆律师在北京创办律所 从工薪律师一跃成为承担风险的合伙人 沈杰表示敢于挑战的信心来源就是看好大陆的市场前景 台湾毕竟现在是所谓这个深多周少 那市场有限 大陆毕竟还是很多二三线城市啊 或者是下面的城市 它对于这个法律需求还是律师的需求还是相当大 有时候你说两岸的起薪可能还是台湾高 但是如果你拉长看三五年 整个成长率的话 那可能大陆就会非常好很多 在工作和生活中 沈杰发现自己可以以台对台 有效帮助台胞 因此以工作外的余力 开通台胞法律服务公益热线 专为登陆求学就业和生活的台湾同胞 提供法律服务 我们聊起情况的去跟人家解释啊 或者说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缓和一些这种疑虑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其实这个大陆同胞还是非常关爱我们 走来学生的时候 坐火车省钱嘛 那买包票就是弄个战票 列车长看我们是台胞 就让我们留下来 那甚至就是提前的给把他们的铺位 好不这个给我们来这个使用躺一躺 就是小细节也是一种关爱嘛 对 就过去可能台商比较多 现在可能更多是打工人啊 不管是高管也好 或者是这个台生毕业 那所以前几年就开始讨论这个 无险一金的缴纳问题 纳税问题 那我想现在台胞 在这边就业台胞 每个手机里应该也会有一个 这个个人所得税的APP 这个APP 那我想跟大陆同胞是一样的 大家都会关注 这个今年是不是可以给我退点税 或者是我要补小多少税 在每年的申报期 大家都会主动去申报 这些年中 沈杰也十分热心于两岸交流活动 并且有心于提携来大陆发展的台湾法学新人 我觉得来是这个 大概看每个人的机遇 因为第一个来肯定是有成本的 这个你说时间的成本也好 整个变动的成本也好 如果能够承担这些成本 或者是愿意 那我相信是大陆是有发展前景的 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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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认为是有成本的成本